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9月23号 我们继续听老夫读书 晚年周恩来 作者高文谦 明镜出版社出版 这算是第38段 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 这个不长 这是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这一节叫做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招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 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做法 都是不治之举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 他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绝不从正面去触动 清理文革的错误 而把他完全归咎于林彪 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 然后在具体工作中 补偏旧币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证 这也就是大平说的 如果说没有总理 那么文革可能会更糟 但是假如没有总理 可能文革不会持续的这么久 在罹患癌症以后 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 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 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 为自己补过还账 在中央批临整风汇报会后 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心里很清楚 文革搞到这种地步 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 他本人也难辞其咎 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让的 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 将来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 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 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 致使他冤死一事 一直心里有愧 林彪出事后 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 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 接回北京治病 又如杨于傅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 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 但当年并没有出来 替杨成武讲什么话 反而参与其中 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 讲了不少违心的话 更让周感到不好交代的是 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 杨成武的大女儿 在林彪事件之后 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 无法限制材料 竟然在他眼皮底下 被林彪语党整死 周得知这件事后 为时已晚 只好采取补救措施 对杨成武全家 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 身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 把解放干部 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 很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有考虑的 周知道文革运动 伤害大量无辜 而党内各级干部 首当其通 被整得七零八落 溃不成军 从全局上推动 解放干部的工作 不仅有利于 缓解党内矛盾 而且还能 以此为突破口 带动其他 各项政策的落实 辽制文革 给整个社会 造成的创伤 更为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 重新整合 干部队伍的机会 从中央到地方 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一旦重返工作岗位 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 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助他 一臂之力 在扭转文革困局中 发挥作用 当然 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 并没有贸然造次 而是处处打着 毛泽东的喜好形势 他尽量扩大 毛参加 陈毅追悼会 这件事的影响 为解放干部 营造政治气氛 这一年四月间 陈正仁 曾山 这两位靠边站的 国务院老部长 因无处投医 救治不力 而在不到半个月内 相继死去 其中曾山 是因为文革中 受迫害多年 在与老战友 重聚时 因意图 心中预计的愤懑 过于激动 导致心脏病 发作而死 由于陈 曾二人当年 曾参加 井冈山实习的斗争 而为毛 所熟识 这就使得 周恩来 抓这件事情 更加实处有名 他只是卫生部 一定要尽快 解决老干部的 医疗问题 并提出 要对疏散到 各地的中央 党政机关 副部长 和副军级以上的 领导干部 普遍进行身体检查 改善 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 卫生部组织 北京十大医院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对近500名 副部长以上的 老干部 做了体检 军队系统 对军以上干部 也照此办理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牛盟 和外地的武器干校 赶回来 参加体检的 而且在这个名义下 获得了解放 重新安排了工作 这件事 在饱受文革之苦的 老干部中 大得人心 一时间 人们奔走相告 多年不见的老战友 又重逢在一起 畅序中长 庆幸 总算熬到了 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 周恩来 还利用林彪事件后 一部分分管的 新闻宣传工作 为解放干部 为解放干部造舆论 四月中旬 他布置人民日报社 起早一篇 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 以便从全局上推翻 以便从全局上推动 解放干部的工作 不过 周在做这件事时 十分注意分寸 兼顾政治上的平衡 以免被党内文革派 抓住把柄 比如 在这篇社论中 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 广为引用地 强调老干部是 党的宝贵财富 这段话 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 而是经过删解的 这段经过周恩来 本人把官审定的整句话是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锻炼的老干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涌现出来的新干部 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本章前面所论及的 周恩来 指两用中的违政之道 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 舆论和气候后 周恩来在这一年晚些时候 又见机而坐 借毛泽东关于 废除法西斯事审查方式的批示 趁势责令公安部 会从北京卫数区 彻底清查一下 虐待再压政治犯的问题 随后他写信给毛 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 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 周让中组部提出 先议后难的方案 从政治局讨论 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 曾担任过党政军 各级领导职务的 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 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 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 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 会上江青易干人百般挑剔 从中作梗 每通过一个都很不容易 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 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 把这比作当年红军长征中 迁罗子过河 还做了一首过桥的打游诗 一匹赴一匹 过桥真费力 多谢迁罗人 驱罗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 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 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找开 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 往往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了 通常吃过夜宵后 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会上争论之激烈 时间之漫长 真令人难以忍受 后来与江青争辩的多了 也就习惯了 不那么怕了 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 说话不多 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 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 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 事情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 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 某个问题 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 便及时点降 建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 但是如果江青乌链太甚 帽子扣着太大太多 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 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 然后反问一句 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 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 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 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 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 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吗 这是工作中的问题 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轻轻几句话 便将江青一伙扣着大帽子 不动声色的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的差不多了的时候 周恩来还会问一句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有人发言了 周恩来才宣布 这事就这样了 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个作者是谢国民 175个将军的解放 转引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1966到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隐文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 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 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 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 发挥了作用 成为后来邓小平推动全面整顿的中间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 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 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 而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 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 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 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 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做法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 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反对空头政治放宽农村经济政策 在工况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只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 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临整风汇报会后 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 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子左 极左思潮的力度 与其在扭短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 这年七月间 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 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元 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所的干扰 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 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有什么障碍要扫除 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 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 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 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告的主题 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强调指出 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 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 空洞极端形式主义 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 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 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 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 很容易犯记 触到毛泽东的疼处 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 设法保护自己 在政治上站稳脚跟 把诸如极左思潮 就是行左实用 对极左思潮不批透 又轻又会起来 一类话装点其中 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 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形式 想调回驻外使领馆中 搞极左的人 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 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做了传达 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理话 在社会上很快不经而走 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 感受到了某种快意 这一节就读完了 谢谢大家